受工作原理所见,复杂的数理问题一直都是包括GPT在内的大语言模型的弱项 直到开放插件使用后,这个问题才算得以基本解决 而这个起到关键作用的插件就是Wolfram 那么Wolfram自身又是怎样的工作原理? 它是如何解决连GPT都无法很好解决的数理问题的 今天我来带大家读这本由Steven Wolfram写的书 What is Chad GPT doing? and why does it work? 聪明的小朋友看到作者的名字就应该会想到 没错,他正是Wolfram自负 很多人可能是在使用GPT后才听说Wolfram的 但其实他早已功成名就 现年63岁的Wolfram不仅仅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 同时也是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商人 他早在27岁的时候就创立了Wolfram Research 并担任CEO 你或许听说过他们公司最成功的产品 Mathematica 其实Mathematica还有个网线版Wolfram Alpha 而GPT的Wolfram插件就是调用Wolfram Alpha的API接口实现的 背景介绍就到这里 让我们回到本书 本书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点题 讲ChadGPT的基本原理和运作机制 第二部分是硬果 讲Wolfram为什么能赋予ChadGPT这么强的数学计算能力 我个人感兴趣的其实是第二部分 但在这之前还是带大家来简单速读一下第一部分 为了提高导读效率 我把章节顺序做着重新编排调整 内容上也做了概括梳理 如果想了解更多原文细节 可购买并阅读原书 首先什么是模型 模型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和特征的抽象化表达 比如著名的儿女身高预测公式 就可以看出的是一个模型 模型的最大作用也正是用来预测 同理 语言模型就是对语言的本质规律和特征进行抽象 早在上个世纪 基于马尔可夫链的Ngram语言模型就被广泛使用了 Ngram的原理和实现都非常简单 就是基于前N个词来预测后一个词 这个预测基于语料的概率统计来实现 比如在语料中 牛肉和牛排各出现一次 那么按照Unigram 牛后面出现肉和排的概率就各50% Ngram虽然实现起来简单 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果N设的小 就捕捉不到更远的上文信息 如果N设的大 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数据稀疏性问题 直到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语言模型出现并完善 Ngram语言模型才逐渐被取代 人工神经网络算法 其实也早在上个世纪就被提出来 作为连接主义的代表性仿生算法 它模拟的是人脑的神经元连接 虽然算法方面在上世纪就已经很成熟 但直到本世纪初 伴随着数据和算力的飞速发展 才进化为更深层次的神经网络 也就是深度学习 并成为人工智能的主流 连接主义并不在意神经网络的内部和解释性 只把它当作一个黑箱 将输入和输出连接起来 调整模型参数 实现数据拟合即可 理论上神经网络也确实可以拟合任意函数 所以当我们把输入替换成文本的前几个词 输出替换成后一个词 就可以训练基于神经网络的语言模型 早期的神经网络语言模型 主要是基于循环神经网络 也就是RNN 但它没法捕捉到长距离的关联 虽然也有像长短期记忆 LSTM这样的补丁 但真正的实质性改变 还是在Transformer问世之后 有了Transformer才有了GBT GBT加上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才有了ChatGPT 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里讲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训练好的ChatGPT 在实际运作时 先接受用户的文本提示 并将该文本Token化 每个Token转成向量表记 作为模型输入 模型不断自回归的 双成下一个词的概率分布 并选择高概率的Token作为输出 从而构成ChatGPT 针对用户提示的享用文本 如果说以上内容都只是面向初学者的基础教学 接下来World From就要上点干货了 首先他再次提出了不可化规性这个 他在从前演讲和著作中 曾多次提到的概念 所谓不可化规性 指的是我们的世界中 有很多无法通过一组有限规则或公式 来简化的问题 比如元宝自动机 只能通过实际用程序模拟运行 才能观测到结果 这个计算过程是不可省略或简化的 即不可化规或不可约 而无论人的学习行为 还是机器的训练行为 本质上都是利用有限的规律来压缩数据 所以在开发一个系统时 就需要做出权衡 如果你想让系统具备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能力 那它的自主学习性 或者说可训练性就会降低 因而需要大量人工干预 如果你更重视系统的可训练性 那它就难以进行复杂计算 Wolfram属于前者 而ChadGPT属于后者 Wolfram认为 ChadGPT之所以能掌握人类语言 是因为自然语言并不属于复杂计算 它的结构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单得多 以示于ChadGPT无需考虑任何语法 仅通过把握上下文文字的相关性 就能够彻底掌握任意语言 但现实世界中 存在着大量不可化规的复杂问题 像ChadGPT这种没有分支 循环回溯等控制流的计算方式 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因此它需要Wolfram的帮助 其实早在WolframAlpha刚刚面试的2009年 它就已经支持用户 以自然语言提出问题了 它的工作方式是先通过语法解析 对用户问题进行自然语言理解 并将用户问题转化为 WolframLanguage所需要的符号表记 比如用户用英语问一语一求和 Wolfram就会先从问题中提炼关键符号 转化为WolframLanguage所需的表达式 并通过计算得出正确答案 而WolframLanguage不仅仅是一门编程语言 它还内置了一个涵盖各个领域的知识库 其中包含了实体数据结构 比如星球的轨道、大气和其他物理属性 还包含了实时数据 比如问美元兑换人民币 它会实时地给出当前汇率 以及算法 涵盖着数理化天文、生命、地理、金融等各个领域 并将其尽数封装成了函数 供用户直接调用 所以当你问Wolfram问题时 它会展现出与ChatGBT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 比如中国第三高的山 它会首先解析用户输入 提炼出表达式所需的关键符号 再将其转化为WolframLanguage的实际表达式 通过这个表达式 Wolfram会在山类中 过滤出国家属性为中国的山脉实体列表 并通过海拔属性排序 取缔三个获取结果落子风 我从网上找的中国十大高山排行榜 显示结果也确实是这样 而GBT4会基于文字相关性 直接输出概率最高的供感山 这个概率从哪来的呢 它来自GBT训练预料中维基百科的部分 也就是去掉西马拉雅和喀拉昆仑两大山脉后排名第三 我们且不论答案谁对谁错 你会注意到二者得出答案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是我在以前视频中提到过的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区别 由于Wolfram思理性派的运作方式 它会无条件地认真计算你提出的 每个看似荒谬的问题 比如 银河系的恒星数量除以人体中的原子数量 再乘以土耳其人口数量求平方根 它不但认真计算了结果 连单位都帮你写好了 而GBT4会明确指出这个计算的荒谬并拒绝计算 Wolfram在书中指出 ChadGBT虽然学会了重启大规模训练数据集中 提取语言和概念模式 但它无法像人类一样真正理解这些模式背后的数学和逻辑 在复杂计算上也不可靠 它是一个受限的系统 能够生成令人信服的语言输出 但并不一定代表正确的理解或事实 在这方面 Wolfram能够很好地弥补GPT的短处 它认为 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协同与学习 是推进AI进步的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 ChadGBT展示了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的巨大潜力 而Wolfram展示了结构化知识和计算的巨大潜力 通过将二者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获得任一方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他还认为 结合自然语言知识和计算 有望在未来几年内产生重大进展 让AI系统实现人类都难以企及的智能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在包括神经网络在内的原理阐释方面 循序渐进 深入显出 比较适合对这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初学者阅读 当然 在这本书中 作者也夹带了大量私货 为了推广自家产品 占用了很多篇幅 如果你不在意硬广或者像我一样 本就是冲着Wolfram相关内容来的 那么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